台陆委会一号受邀到台立法机构 针对大陆开放观光客来台 具体回应及作为进行报告 民代高金素媒痛批台陆委会指挥张嘴函 等待大陆善意 绿营民代苏巧会议要求陆委会 在两岸交流方面应该有创新思维 如何看待台湾民意机构的这些声音 会影响赖清德未来施政吗 两岸时视频论员朱松岭 李永平 带来全面分析 台湾联电创办人曹星成 先前出席活动时被民众质疑 挺台独会让年轻人上战场 他反抢年轻人该牺牲时就要牺牲 相关片段近日被翻出 引发外界热议和踏伐 曹星成有何立场发表如此言论 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台湾时视评论员唐湘龙为您深入解析 当地时间5月1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到访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面对美方反对 内塔尼亚胡宣称拉法的军事行动 不取决于任何事 他为何如此强硬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将从2号起 断绝与以色列外交关系 这已不是第一个与以色列断交的拉美国家 以色列是否会迎来断交潮 时视评论员郭献刚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 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最新消息 经工程任务指挥部综合研判决策 探阅工程四期嫦娥6号任务 计划5月3号实施发射 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全区核链已经完成 发射窗口是指适合火箭发射的时间范围 此次任务在综合考虑地月位置关系等因素基础上 工程团队应用窄窗口多轨道发射技术 为火箭在5月3号和5月4号连续两天 每天50分钟的窗口内 共设计了10条奔月轨道 确保任务能顺利进行 目前 嫦娥6号任务已完成发射前 最后一次系统兼全区核链 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执行此次发射的长征5号摇巴运载火箭 即将加注推进季 这是长征5号运载火箭 第二次执行探月工程发射任务 将运送嫦娥6号探测器至地月转移轨道 以实施月球被灭采样返回任务 此前 在2024年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介绍 未来四年 我国计划发射三个长额月球探测器 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将按照两个阶段分布实施 计划2035年前建成基本形 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发起 联合多国共同研制建设 在月球表面与月球轨道长期自主运行 短期有人参与可扩展可维护的综合科学实验设施 由月面段月轨段和地面段构成 由能源动力系统指挥信息系统和月面运输系统等基础设施组成 具备能源供应中枢控制通信导航地月往返月面科研等功能 可长期持续开展科学探测 丝源开发 技术验证等 多学科 多目标 大规模科学和技术活动 那么月球这是一种起点 那月球科研站这位以后的人类走向更远深空 提供一种长时间科研研究 长时间能够在上面进行作业 进行工作 进行生活 那么为以后比如奔向火星 奔向更远的深空 做技术储备和物资上 智力上这方面的储备 我们再来关注 每年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前夕 民进党当局都要拉帮结派的眼上一出 参与大会的戏码 明知不可违 却要故意为之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号发文 声称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 邀请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然而台湾市部门主管吴钊燮在感谢应贺之余 最后也值得承认参加世卫大会恐怕有困难 布林肯表示 台湾地区在2009年至2016年间 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接着便被排除在这些会议之外 美国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恢复邀请台湾地区 布林肯宣称 美国支持台湾地区有意义参与国际论坛 这符合美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 除了布林肯外 美国亚太助卿康达和亚太副助卿兰默克 近日也分别在不同场合旺称 所谓中方错误使用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将台湾地区排除在国际体系外 信用破产的美国政客高调替民进党当局站台 但根本无法左右台湾地区是否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因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一个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台湾市部门主管吴钊燮气急败坏地说 会持续与美国政府商讨合作 让国际社会能更了解所谓 大陆阻碍台湾地区的国际参与 他说看到布林肯支持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也希望能获得更多国家支持 但他心知肚明 美国政客说再多都改变不了事实 针对布林肯的声明 外交部二号回应表示 美方有关声明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卫组织活动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 确认的根本原则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美方有关声明 混淆视听 实质是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将美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承诺 落实到行动上 停止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不容否认 也不可阻挡 任何打台湾牌 搞以台制华的图谋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注定以失败告终 另据台媒报道 隶属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国民兵公关部门的 第102公共事务小组 近日在脸书社群专页 贴出与美军其他单位 还有所谓海外伙伴们的演讯照片 有台湾网友发现 部分照片已为台军官兵 据知情人士证实 确实有台军官兵在该地受训 但无法证实两张照片中的人物 是否为台军官兵 消息曝光后 密西西比州国民兵脸书已经删除 有士兵人员的发文与照片 台所谓陆军司令部 也好对此回应称 所谓台美军事交流 属常态性既定形成 相关交流活动 均依年度计划执行 有关媒体报道内容不予评论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朱松林先生 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布林肯 公开宣扬支持台湾地区 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众所周知 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是无法单独参与国际性事务的 这显然就是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您认为布林肯此举有什么用意呢 布林肯此举很明显 就是用美国的思维 美国的方式 粗暴地插手中国的内政 因为我们都知道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内部的事情 由中国自己人去解决 这是中国自己人的家务事 那么美方 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坚持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和一个中国原则的 另外一方面 他又开始插手台湾地区 参与到世界卫生大会的 相关的一些事宜 其实我们知道 在马云九执政的那八年 世界卫生大会 一直是给台湾当局 发邀请函的 这些都是因为两岸自己协商好了 然后提交到世界卫生大会 才有了邀请函的发出 那么到2016年 蔡英文上台的时候 恰恰中间经历了一个 发邀请函的时候 是马云九在台上 而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时候 是蔡英文在台上的时期 即使这样 其实世界卫生大会 依然还是向台湾当局 发出了邀请函 而且明确规定 依据联合国2758号决议 和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 25.1号决议 向台湾当局发出邀请函 而且这当中呢 明确地这个写出来了 根据这个 这两个文件里面的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 向台湾当局发出的邀请函 但是我们注意到啊 就发出邀请函之后呢 一直口口声声 叫嚣台独的这个蔡英文当局 其实还是拿着这个邀请函 去参与了世界卫生大会 这个意思呢 其实内涵也非常清楚 也就是他其实用行动来表明了 自己也是认同 联合国2758号决议 和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只是25.1号决议的 但是呢 他们参与到世界卫生大会之后呢 一直在里面进行政治作秀 甚至呢 这个进行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宣传 那么从此以后呢 应该说 他们的这样一些作为啊 这个违反了相关的一些默契 违反了两岸协商的 一个最终的结果 所以说从这以后呢 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就再也没有给 台湾当局发邀请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民进党执政时期啊 其实也挂不住面子 所以采取各种的方式啊 向美国方面求救 向世界这个舆论啊 大造自己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些 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于是呢就是希望呢 美方呢提出来这个支持 美方呢也通过 国内立法的一些方式啊 来这个侧应台湾当局 甚至呢支持他参与了 所谓的国际组织的当中去 其实这样的一些作为 严重的是违反了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 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的精神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布林肯的这种做法 就是想借着美国的 这样的一种强势的地位啊 来粗暴地插手 中国内部事务来干涉两岸 本来通过自己协商 来解决的台湾当局 能否参与到联合国 能否参与到这个世界卫生 大会当中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然后呢这个 在其中说三道四 挑拨两岸的关系 并且从中于力 这是美国打台湾牌的一种方式 美国一边拔水搅混 一边看热闹想要于力 台湾老百姓还会觉得 美国是能靠得住的吗 谢谢朱松林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 李永平女士 台军疑似在密西西比州 和美国国民兵演训 而台陆军司令部称 所谓台美军事交流 属常态性既定行程 对此不予置评 我们看到从军售到演训 美国一步步的 深入台军内部 您对此做何观察 为什么一直有消息 包含台军到美国去 接受美国的训练 或者是美国派一些 并没有穿军事制服 可是实际上是有军阶 甚至有军事专业的人 到台湾来训练台军 那这样的新闻一直盛销成上 但是相关单位都没有给予 比较积极的回应 或者是明确的评论 甚至用这是常态性的例行演训 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唐赛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民进党方面 自己很明确的了解 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在台湾 得到普遍民心的认同 那在台湾自己的军方又是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军人你会从军 当然你这个一旦发生战争 你冲到第一线 这是你的天职理所当然 可是台湾的军人 即使今天的台湾被民进党 用军各种媒体 甚至教科书来进行 很大的洗脑之后 在军中大概比六成的民意 还要更多的军人台军 是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的 不愿意为一个他们不能够接受的理由 而白白的牺牲生命 所以这也是之前台湾在选择 防务部门负责人的过程中 传出一个消息 只要是有军事背景的将领 其实拒绝民进党担任防长的比例很高 那么后来令大家吃惊的是 赖清德所选的新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 新防长选的是一个 从未有半点军事经验 是律师背景出身的文人部长顾立雄 那这样的发展 我们继续看下去 大概会使得台湾本来有六成的民意 就是很不满意民进党太偏向美国 然后把台湾置于美中博弈的一个棋子的角色 使台湾步入险境 这样的反对民进党的民意 可能会因为民进党的一意孤行 甚至不惜用一个文人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来取悦美国 可能会因为赖清德这样的一个决策 以及对美依赖更深的情况下 民意的不满声浪 不管是民间还是台湾军方的内部 这个不满的声量可能还会随之提高 是啊 岛内民众的不满声浪 民进党当局怎么会不知道呢 知道还要蛮干 说明根本就不在乎 谢谢李永平女士 台湾联电创办人曹星成 先前出席活动的时候 民众质疑他挺台独会让年轻人上战场 曹星成居然反呛 年轻人该牺牲时就要牺牲 相关的片段近日被翻出 引发了岛内各界踏伐 不少网友就炮轰曹星成 叫别人牺牲 自己却在后面叫嚣 这种人最可恶了 台湾联电创办人曹星成 因鼓造所谓抗中保台 还扬言斥资 办所谓黑熊学院 训练台湾人备战 引发争议 日前他出席活动时 再次被民众质疑鼓吹战争 面对这位女士的质疑 曹星成最后干脆回呛 小孩带回大陆去 随后转头离开 第一个你哪位啊 你凭什么讲说要年轻人 你怎么会去讲年轻人呢 那年轻人你能为他们的未来负责吗 兵哥是直接说狼心狗肺 都已经骂出口了 这基本上本来就是啊 在我看来曹星成跟黑熊学院 跟甚至那些所谓的博主 这些人干嘛 都是一票诈骗集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用各种谎言去欺骗别人 希望去鼓动 让这些人脑冲血 然后就为他们卖命 然后他们在背后数钞票 曹星成的炸锅言论 持续引发岛内各界踏伐 台空军退役中将张延廷 5月1号直言 曹星成之流享受权力 享受物质的欲望 享受个人的名声 所谓的在为台湾准备打仗 只是嘴巴讲讲而已 真的要做就把家产都卖了 把海外护照都烧掉剪掉 然后扔回台湾 自吹自擂啊怎么样 我们要这么备战 我们要准备抗中保台 那都是噱头嘛 那是我认为有点孤民钓鱼了 蔡英文说两岸要维持现状啊 那你为什么你不去执意蔡英文 中国国民党集民带王宏威批评 曹星成因为自己的利益 转变了政治立场 但是这样的转向 却把台湾民众放进了 兵凶战危的状况 这是极为不道德的 台独大老们 金主们 曹星成在内 他们的小孩根本就不是台湾人了 你们家 你们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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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人都是在哪边 然后你是在喊台独 这些人到时候 说不定就直升级 就载他们到定期舰队就跑掉 拉跑了 据台媒报道 曹星成的相关影片 被转载至网络后 以创造156万次的点击量 也创下约8000则留言 不少岛内网友炮轰曹星成 叫你儿子带头冲第一 已经移民到新加坡了 才会说这些垃圾话 叫别人牺牲 自己却在后面叫嚣的人 这种人最可恶了 还有人质问 别人想不牺牲呢 曹星成凭什么帮我决定 为什么要打仗 好日子活腻了吗 我们要在安居乐业的环境下生活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 唐湘龙先生 对于曹星成的言论 您有何评论 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曹星成的言论 其实在 他只是说出 台独的心声而已 曹星成其实有很长的时间 他在台湾的企业界里面 他虽然很敢于 那 雨不惊人死不休 可是有很长时间 他在企业界里面 科技业界里面 他讲话的方向 反而给人家一种呢 俨然台湾科技业界的统派大佬的感觉 过去他有很长时间 他不止他个人的投资 他是最早 他比台积电 比许多台湾的这些民营制造业 到大陆投资的时间更早 更早的时候呢 他的企业在大陆投资 叫做核建 核建就是和平舰队 叫核建集团 你可以想见曹新成这个人 在两岸关系的想象的时候呢 他不只是统派 他甚至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和平使者一样 在台湾的内部有很长时间 动不动登广告啦 接受媒体访问啦 谈的呢 都是核统的调子 都是觉得如何要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 的这种的核统的调子 好 那曹新成为什么会从一个 一个台湾的科技业的统派大佬的形象 到现在变成是台湾科技业界的 独派大佬的形象 我认为曹新成 他是种政治上面的银河 因为知道反正台湾现在呢 民进党看起来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民进党一党独大 要跟民进党讨饭吃呢 会容易的多了 再加上他身边呢 已经有一些人 在政治转向了之后呢 跟着民进党吃吃喝喝的 他在他希望年轻人呢 为台独而死 可是赖清德的小孩 有美国籍 他的孙子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 那这怎么处理 曹新成就不会管 老实讲台湾的独派人物里面 有许多 有非常高的比例 孩子呢都是外国籍 因此类似这些的言语 听听就好了 只是呢拿来呢 堵老百姓的嘴巴 至于曹新成的这一段的讲话 他出现在什么时候 不是出现在今天 不是出现在昨天 是出现在今年的1月11号 他参加一个 为赖清德造势的 一个独派的场合 他在面对到呢 很焦虑的 民众妇女的提问的时候 他呛了这个妇女一句话 那天是1月11号 是为了要替赖清德 这样一个台独精孙 台独基本教义派 要竞选领导人 而在呢选前两天的时候 在为呢赖清德 在护盘 在喊盘的声音而已 所以你今天呢 看这段讲话的时候 今天的5月2号 曹新成是不是愿意 再当个媒体 再讲一遍 未必 可是在1月11号的时候 要做给赖清德听的时候呢 曹新成呢 就会有这种非常激昂的 台独急先锋 每个人的孩子 每个年轻人 都应该为台独而死 好像为台独而死 是光荣的 事实上如何 已经不重要了 死道有不死平道 这一首啊 曹新成玩得可真溜 谢谢唐湘龙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 海夏新干线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 你我同行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 沉夏新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新海飞逝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曲线护头皮 当然海飞逝 一朝一返 当思来处不易 生活中 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一均保护 高达99.9% 更有新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权家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避浪洗衣科学 这么难洗的油渍 怎么洗都还是会流痕 奇异难题 交给避浪 避浪新升级洗衣粉 升级洁净配方 塑效精准 去丸子 白衣也无惧流痕 洗衣科学 就用避浪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立法机构 一号邀请台陆委会等相关单位 针对大陆开放观光客来台 具体回应及作为 做专题报告 五党及明代高金素媒质询时提出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 要等待大陆善意 但他们实际上的行为 却是对岛内观光产业 和家庭最大的恶意 民进党及明代苏桥会当天 也罕见地要求台陆委会 在两岸交流方面 应该要有创新思维 在质询时 高金素媒表示 台湾地区半导体产值 达到5万亿元新台币 民进党当局对于半导体产业 给了他们所有的优惠 但获利80% 却是被外资拿走 而台湾地区的观光产业 2023年产值是7500亿元新台币 观光业从业人力是22万多人 这么多的观光业者 却得不到民进党当局履行承诺 成了炮灰 他们期待政府能够兑现 选举之前的开放大陆观光的选举支票 可是又被民进党政府跳票了 民进党政府一直在讲 等待对岸的善意 达到他所谓的对等尊严的政治诉求 因此就不惜绑架了这个观光产业 把这些观光产业的人当作人肉盾牌 当作炮灰 高金苏梅说这背后是22万个家庭的生计问题 是民进党恶意的政策制造出来的贫穷恶果 对此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辩称 如果要这22万人有工作 是大陆要开放人来台 别忘了您的工作是人民纳税钱给您 所以陆委会成立的目的跟宗旨就是希望能够两岸沟通 你最主要的就是好好去沟通 而不是一直在这边讲说那边不是出善意 高金苏梅批评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要等待对岸善意 但他们实际上的行为却是对岛内观光产业和家庭最大的恶意 在当天的质询会上 外传有意竞争2026新北市长的民进党及民代苏桥会 也罕见要求台陆委会应该有创新思维 我觉得两岸之间确实是应该要有善意的交流 因为没有人要看到战争嘛 所以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啦 他开福建居民最熟悉那一代风情的福建居民来我们的马祖玩 那我们就开马祖的居民到福建组团去玩啊 我们加码我们金门也不错啊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两岸要有创新的思维啦 这样子善意互相堆叠 其实路才能越走越宽啊 面对苏桥会的建议 陆委会主委邱太三警表达 这样的建议可以给准陆委会主委邱锤正做很好的参考 而同党籍民代王美会也在台下拍手赞好 另据台媒报道 对于大陆方面4月28号宣布 将批准符合检疫要求的台湾文旦又等农余产品输入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 两岸本来就应朝荣兵方向走 4月30号他再度重申 乐见两岸荣兵 希望台南优质农特产品 如菠萝 芒果等 后续都有机会让大陆广大消费者品尝到 我们继续请教朱松林先生 面对两岸越来越糟糕的关系 台陆委会文思不动 只会张嘴喊在等待大陆善意 但是岛内观光产业22万从业者经不起这无尽的等待 正如高金素美所说的 陆委会的目的和宗旨是希望两岸沟通 所谓等待大陆善意便是对观光产业最大的恶意 对此您如何看待 应该说这句话非常的精确 等待大陆的善意就是这个 陆委会最大的恶意 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贴切 原因就在于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清楚 大陆对于台湾地区的善意 对于台湾民众的善意 对台湾同胞的善意是一直存在 而且一直在不断地释放出去的 像在近期一段时间 马云九率团访问大陆 然后傅昆奇率团访问大陆 其实都提出了相关的一些诉求 提出了台湾地区的主流民意 是求和平求发展 而且在大陆认真倾听了 他们的一些呼声 了解了台湾地区的主流民意之后 确实也做出了相当多的 一系列的行为 包括开放大陆的居民到马祖去旅游 包括开放台湾岛内的文旦幼 等等这样的一些农产品 到大陆来 渔产品到大陆来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作为 其实也足以展现出来 大陆对于台湾方面的善意 一直是持续不断的 尽管民进党当局 对于九二共识一直拒不承认 而且坚持台独的路线 我们知道在这些问题上 大陆是把台湾民众和台当局 分开来去处理的 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 台湾岛内民生福祉 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 有利于促进两岸的 善意的堆积累积 大陆都愿意去做 都积极去做 在这一定程度上来讲 大陆的善意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陆委会 台当局视而不见 应该说台当局真正的希望 在两岸之间释放善意 真正的说 希望两岸之间和平发展 真正为台湾地区 为台湾岛内的老百姓着想的话 那就是必须认真的去对待九二共识 必须承认九二共识 我们都知道 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 两岸创造了八年的和平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通过八年的和平发展 两岸民众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不少的中国民众 都享受到了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岛内的老百姓 对于两岸和平发展 非常的了解 也非常的熟悉 那么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这八年 台湾岛内的老百姓 尤其是观光行业 遭受的损失 老百姓也是记在心里 看在眼里 然后对很多问题 也不断地向台湾当局提出诉求 但是陆委会温森不动 原因就在于 民进党当局自己决定了 就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坚持自己的台独路线 应该说总根子在这里 只要说民进党不坚持九二共识 不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道路上来 那么这就意味着 民进党根本就没有释放所谓的善意 民进党所谓的善意都是伪善意 民进党这些所谓的善意 基本上都是恶意 所以说等待大陆的善意 本身就是陆委会最大的恶意 这句话是非常的精道的 的确陆委会应该成为 两岸关系的沟通桥梁 而不是绊脚石 我们继续请教李永平与世 无论是为了竞选也好 还是为了民生经济也罢 民进党自己人都清楚 两岸恢复交流 是大家乐见其成的好事 那么就请教您了 包括苏巧慧 黄伟哲等 他们的声音是否会影响 赖清德未来的市政 我们会看到民进党里面 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就是说是选民意代表的 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地方议员 只要是选民意代表的 他们绿营的民进党籍的 还是出来给国民党的傅昆旗 跟国民党的各种人 不断的扣红帽子 不断的诋毁两岸交流 不断的维持所谓的抗中路线 可是凡是2026年 也就是两年后 想要挑战县市长的位子的 民进党重量级的人士 现在对于两岸交流 又重新看到春暖花开的契机 他们都会展现出来乐观其成的态度 那么民进党这个政党 大家跟他们打交道久了 早就知道了 他们是未得到权利 未得到选票不惜一切的人 他们宁可昨天讲一套 后面又自己跟自己完全反口 民进党的人是没有任何的羞耻心 或者觉得说他们对不起民众的 只要他怎么样对他有利益 他就是会往他的政治利益来追求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看到 这次民进党的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角色 在不同的位置 甚至他未来可能要参与的选举的不同 他们会有不同的表态 但是无论如何 因为2026年马上来的选举是 县市长的选举 而上一次的县市长的民进党选得非常糟 那现在的赖清德呢 他现在台湾领导人的位置呢 是拿到只有四成的选票 本来就非常难看了 而他在此同时呢 他还兼任了民进党党主席 所以他有要负担2026年 民进党县市长选举成败的一个责任 所以他是一个少数人选出来的领导人 再加上他又要赴民进党选举的成败 所以当民进党有益于县市长选举 或者是现任的县市长 强烈表态希望乐见两岸和平交流 这样的一个愿望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们的意见会不会也对赖清德产生压力 进而对他的政策有所影响呢 那这个答案我相信大家都是不言可遇的 无论对于岛内哪个政党来说 两岸交流是造福岛内民生福祉的大事 要扎实推进而不要只留于选举语言 谢谢李永平女士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5月1号发布新闻公报说 内塔尼亚湖当天在耶路撒冷会见到访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布林肯在会见中表示 如果没有保护当地民众的计划 美国反对以色列在拉法采取军事行动 内塔尼亚湖强调 对拉法的进攻将会发生 拉法的军事行动不取决于任何事 面对冲突难以降级 联合国大会宣布将在5月10号 恢复举行第10届紧急特别会议 讨论巴以问题 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 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 内塔尼亚湖在会见布林肯市表示 他拒绝将加沙地带停火 作为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的一部分 以色列不会接受哈马斯停火条件 内塔尼亚湖还说 对拉法的进攻将会发生 拉法的军事行动不取决于任何事 哈马斯高级官员乌萨玛哈姆丹 5月1号对媒体表示 如果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哈马斯将停止 与以色列的所有非直接谈判 哈姆丹说 以色列威胁进攻拉法 是谈判中的敲诈手段 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有能力抵抗以色列对拉法的军事行动 据美国媒体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关于停火的谈判 目前陷入僵局 哈马斯高层表示 对当前巴以谈判文件持否定立场 不过哈马斯媒体办公室随后表示 持消极立场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停止 各方目前仍在磋商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一位阿拉伯外交官称 哈马斯之所以反对最新提案 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提案在保证结束战争方面 做得还不够 哈马斯希望各方就永久停火展开进一步谈判 据巴勒斯坦电视台一号报道 当天黎明以来 加沙地带多个地区遭到乙军袭击 目前已有超过20人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一号表示 乙军出动战斗机 对哈马斯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的多个军事目标展开空袭 摧毁了武器库 军事建筑等目标 并空袭了多名袭击乙军的武装人员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一号则发布消息称 当天袭击了位于内查黎姆走廊的乙军部队 把乙冲突持续延烧 造成日益严重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日前发表声明称 加沙地带的工人正经历着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 加沙目前的失业率已升至75% 据该声明统计 加沙的贫困率已升至90%以上 加沙目前95%的经济组织已停止运营 截至目前 本轮冲突已给加沙造成33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 当地时间一号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宣布 哥伦比亚二号起将与以色列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这已不是首个与以色列断交的拉美国家 佩特罗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并要求加入南非在国际法院指控以色列 种族灭绝的诉讼案件 联合国大会发言人一号表示 联合国大会将在5月10号 恢复举行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讨论巴以问题 此次紧急联大复会的背景 是美国此前否决了一项 关于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 安理会决议草案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 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连放狠话 一再宣称 拉法的军事行动不取决于任何事 为什么内塔尼亚胡就是要执意打拉法 这强硬态度的背后透露出怎样的讯息 内塔尼亚胡一再说 他要打拉法 不管和帕马斯的停火协议签订的如何 他最终都要进攻拉法 他这样讲其实已经讲了好多遍了 而且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个人认为内塔尼亚胡之所以 一再声称要打拉法 不顾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压力 因为内塔尼亚胡现在面临着以色列国内 强大的反对力量 一是要求内塔尼亚胡承担 去年10月哈马斯发动袭击 以色列没有预判到的这样的一个重大责任 做出这样的姿态 实际上他是摆出了一副箭在悬上 引而不发的这样一种态势 把拉法打下来 把哈马斯彻底赶出袈裟 他完成了打败哈马斯的任务 第二个是由于内塔尼亚胡 在司法问题上也面临着一些诉讼案 认为他有违法乱纪的地方 反对派一直是抓住他不放 要求对他进行审判 还有一点 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 推行司法改革 也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力量 目前由于以色列处于一个战事状态 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斗争都放在一边 我个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实际上在拉法问题上 尽管他摆出了这么强硬的姿态 但是他并不急于采取行动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内塔尼亚胡他深知 一旦加沙地带的战事结束 哈马斯被彻底消灭 那么内塔尼亚胡也就没有了 战事状况的这样一种掩护 他就必须要面对国内的强大的压力 和对他的审讯 首先是要等待以色列国内 反对他的声音逐渐弱下来 他觉得他完成了打败哈马斯的任务之后 他的政治声明在以色列能够安然无恙 到那个时候 我估计他才会进攻拉法 在这之前他调门喊得很高 但他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观望的这样一个阶段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讨论相关话题 安全连着生命 安全连着幸福 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将从2号起 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与以色列 宣布断交的拉美国家 早在去年的10月31号 玻利维亚政府也宣布和以色列断交 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迎来断交潮 我们知道去年10月31号 玻利维亚第一个和以色列 断交外交关系 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造成平民大量的伤亡 那么这两天 那么今天的哥伦比亚 又随随其后 也宣布要以色列断交外交关系 拉美国家之所以 展开和以色列断交的浪潮 主要是由于拉美地区 它是属于美国的后院 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美国对拉美地区 一直是采取了干涉内政 打压的这样的一种政策 因此拉美国家 对美国支持以色列 是十分不满意的 因此我想哥伦比亚这次 宣布与以色列断交 首先目的第一个 就是要向美国显示 拉美国家的力量和决心 要求美国改变 对以色列的政策 这样的话可以缓解 加勒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哥伦比亚这样做 是表示 表现出要对巴勒斯坦人民的 解放事业 以高度的支持 因为最近围绕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 美国在联合国行使了抚决权 使得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 正式成员的努力受挫 哥伦比亚在这个时候 他要站出来 要力挺巴勒斯坦 第三个考虑 对于哥伦比亚来讲 就是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告诫以色列 如果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以色列将处于一个孤家寡人的地步 如果以色列继续进攻拉法 扩大在加沙的这种人道主义灾难 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 那么我想还会有一些 至少有一些拉美国家 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但是我个人认为数量不是会很多 因为毕竟这些国家与以色列 也有经济技术上的合作关系 那么如果以色列在扩大战时的话 有些国家可能会降低外交级别 而不会彻底断绝关系 比如说召回驻以色列的大使 或者把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降为代办级 这样来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 和对以色列的抗议 我想不论怎样讲 以色列今后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要进一步扩大的话 那么以色列只会是陷入 更加孤立的状态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 台海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地名 这里山川玉秀 人文鼎声 有历史的纵深厚重 有文化的传场交融 有情感的牵挂机绊 有思想的包容碰撞 有在地深耕的接续报道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有接近现场的新型发声 坚持贯彻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定不宜推进 祖国统一大业 台下新港线 二十年记录台海满动 坚定反动策统 台湾故事 大陆讲述 全球事业 中国表达 牢牢树立 台海融为传播第一标杆 持续稳固大陆 对台宣传第一窗口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蓄能俱立 海洋时代 中华情怀 青春台海 情融两岸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